歡迎回到這不是新聞 今天真的是美股跟台北股市的大奇蹟日 因為利空不跌了 一個利空是CPI高於預期 但是利空不跌 第二一個利空是神山條降資本支出 利空出盡了 台北股市的反彈真的不忍了嗎 我們看台股今天真的有夠強的 禮拜五讓投資人好開心 今天的大盤是跳空大漲 一度盤中上漲的點數超過了400點 中場台股是上漲317點 漲幅有2.48% 成交量2067億元 收在13128點 昨天跌破的萬三關卡 今天又收回來啦 好 看一下三法人的最新買賣超狀況 外資是不是求饒式的回頭買盤呢 今天買超了103.5億元 投信卻是轉賣的喔 轉賣了5.35億元 自營商買超58億元 撒反合計今天買超156.3億元 好 台積電重返榮耀 今天的這根黑K棒 真的是股民們心中的定心丸 能夠貪心一點助攻台股公萬四大關嗎 台股今天漲什麼 幫大家來做一個整理 第一點是美國儘管9月公佈CPI高於預期 但是大家認為反正通膨應該觸頂了 不怕升息來干擾嗎 不管你怎麼升就是那樣 我也不用擔心了 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了嗎 第二個是台積電的法說會喔 降了今年的資本支出 從400億美元降到360億美元 利空出境了嗎 而且有把對於中美晶片的禁令做的衝擊 做了非常詳盡的闡述 好像不用太過擔心耶 第三個是籌碼方面 上市融資餘額昨天是大減了53.6億元 餘額來到了1700億元 有助籌碼洗清嗎 大盤怎麼觀察 今天大漲了 一度盤中上漲超過400點 台北股市反彈的氣勢回來了嗎 融資減了 利空出境了 我想請問老師 榮旭哥想問你 你認為今天的反攻只是第一步嗎 下週行情你怎麼看 這個我認為是一個跌升的反彈 因為今天週線還是收黑 那麼因為這個禮拜 其實扣掉今天的話指數 短短幾天的時間 就已經跌了接近千點 所以跌千點 在這個地方做一個反彈 我認為這不足為奇 重點是下個禮拜 美國的企業財報陸續會公佈 特別是今天晚上就要公佈的是 一些金融股的財報 包括大小模 花旗等等 所以今天大家有沒有發現 在金融股的部分走勢就相當疲弱 可能金融業的一個財報狀況 也不理想 那我們先看一下 昨天美國股市的狀況 為什麼昨天美股公佈CPI 原本市場預估8.1% 出來是8.2% 我在睡覺前看一下股市 哇 是跳水的 我想說完蛋了 今天應該不好過 沒想到早上起來 是大漲 昨天美股的V型的這個戲劇性的演出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原本來講 因為開盤來講比較真實 就是一開盤就是真實的表現 這個看一看到道瓊當時 也跌超過500點 那後續來講 為什麼會出現轉強 其實很簡單道理 真的就是跌身了 真的沒有太多的理由 因為我們拿廢半 為什麼拿廢半 就是說美國四大指數廢半 是競技所有時候最長的 那你一定要最弱的轉強 才有機會 那為什麼它會轉強 可以看到說這藍色線是廢半的走勢 紅色線是它的季線 跟它的乖離率 我們是看到這個 所謂的黃色線 你可以看到 過去用這條線15% 它每次遇到來講 它就會反彈 對 這一次來講 它甚至還跌破15% 所以在昨天 這個所謂真的是 負乖離過大情況下 出現比較強勁的反彈 所以我覺得說目前的架構來講 我也認同剛剛前面的 這些專家提到 短線來講 可能都還是以所謂的反彈市值 好 短線來講反彈市值 但是目前好歹 是走出了比較健康的第一步 那我想問一下 我們昨天美股大漲 甚至台北股市大漲 一個原因是因為技術線型 呈現了跌升的反彈 但如果說在反彈之路 要走得更長更遠的話 後面要關注哪一些股市 跟數據方面的變化呢 OK 這塊來講我們幫大家 做一個簡單的區分 嚴格來講 這條是所謂的月線 這條是季線 那這個中間這三個區塊 就很明顯的有明顯差距 就我們來講 在這裡叫做所謂的跌升反彈 如果你跌升反彈 沒有理由去填補這個缺口 也沒有理由去越過這個月線 其實就是跌升反彈 那你要回到這個區間來講 我們可能就叫做回升了 表示說這個趨勢準備反轉 真正站上季線 這個所謂我常常講的 生命線之後才叫做多頭 那這個到底能夠 或憑什麼能站上來 你目前來講 光靠所謂利空出徑 或者是所謂的跌升反彈 負怪力過大 可能都會這邊震盪 你憑什麼要做 所謂的過到月線上 其實比較重要 我覺得經濟數據 要跟股市轉為正向表現 這什麼意思 白話一點解釋的話 白話表現 可能大家可能有點感受 就這一段時間常常聽到 比如說就業數字又預期 就股市崩盤 然後說消費的狀況很好 股市就崩盤 大家覺得奇怪 這不是利多嗎 就是好消息變壞消息 壞消息變好消息 這個就是講 因為大家擔心費得要做升息的動作 所以我跟大家講 後續要看到是正向表現 就是經濟數據又預期 尤其是消費跟就業 大家切記這兩個 消費跟就業 對 只要這兩個數據 如果是好的 你就要看到股市漲 市漲的 對 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因為大家不太擔心 不再擔心費的升息的概念 已經不怕了 對 不怕了 這就是我們常常講 有些投資人不能理解 我就說2020年 當時疫情很嚴重的時候 一天美國兩三百人的確診 股市又崩到 就崩得要命 對 就崩到這個所謂的熔斷 後來幾萬人大家都不管 沒事 因為大家已經不怕了 如果後續來講 只要經濟數據出來的 跟股市正向 又預期而且股市會漲 顯示我已經不再怕費的 所以有機會上到月線 對 這樣的情況下 就有辦法上到月線 我們就可以定義 這個股市開始有回升的行情 好 那怎麼樣 往季線來靠近 對 怎樣叫做上了季線 叫做開始多投 我們之前就有在節目中 跟大家提到 不只要不怕費的 後續重點要資金不再怕 就是不需要避險了 它就等於說從美元流出 大家去找會漲的股票 那我們之前就提到 大家看美元 到底怎樣就是一個 重要的一個指標 我們之前跟大家講季線 因為它每次碰到 這所謂的空投格局 它每次碰到季線它就反彈 每次碰到季線就反彈 所以沒辦法跌破季線的情況下 導致股市一直空投的格局 所以我覺得說後續來講 如果剛剛提到回升 只要這個數據跟股市同向 但是上到這裡來 這困難度又更高 你必須要等待美元回落 大家確定不再恐慌 不需要避險的情況下 才有可能轉為多投的格局 好 一步一步來 目前台北股市是在這個階段 通膨布率預期 股市的利空出境 利空出境今天最大的代表 應該可以說是護國神山台積電了 台積電昨天的法說會上幾個重點 儘管第一點是 調降了今年的資本支出 對於美中的晶片大戰 總裁魏澤佳說其實衝擊有限 而且認為半導體的落底 很可能提前在明年的第一季就會發生 比市場預估的時間是早了那麼一點點 我想問一下明漢哥今天更多的報告出爐 台積電的法社會輪廓你給予什麼樣的評價 OK 整個架構來講我覺得算是優於市場預期 財報當然是優於市場預期 那這個展望的部分相對來講也沒有那麼差 那我只是要引述這個所謂的外資的看法 覺得有三點比較重要 而且順便解答這個大家的疑慮 為什麼大家覺得整個後續展望不錯 其實在兩天前在預告 我們就在節目提到 當時都提到說 這個整個產能利用率 可能要等到下半年才有機會回升 明年下半年 對 明年下半年 對 當時等於說第二季才是谷底 可是這一次昨天出來的報告之後 認為谷底反而拉到第一季了 對 這邊 對 這是第一季的一個角度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台積電產能利用率 在第一季之後就有機會回升 而且我們不斷的重複 股價真的 你不要想說那我這裡再來買 對 想說低點可能到明年第一季 會崩到明年第一季 不可能 對 股市的很特別 就是它會提早反應 那另外大家更擔心 就是這一段時間 紮草沸沸揚揚 就是所謂的 中國的這個禁令 在半導體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外資就提到 就是說這個中國的禁令 對台積電的衝擊 並沒有大家所想像大 那當然兩個論點 一個論點大家大概都知道 就是它有一年的這個所謂的 豁免期 所以相對來講它就有時間調整 可是它講到的基本面 我們可以看到 它這個boss等於是台積電 在各國的營收比重 比較重要就是綠色 最上面的部分就是中國的 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2020年以前 它大致上80個Percent 等於這20個Percent 都是中國的市場 對 但是後來就因為 這個所謂半導體的禁令 所以台積電在中國的這個比例 就明顯的縮起 它調整得好快 對 因為它也不是它要調整 因為它就被迫 不能出口到中國 所以自然這個比例就降低了 但是它有厲害的地方 它自然就找到其他的出口 所以它營收還是能夠持續成長 它講到目前其實比例 剩下不到10個Percent的情況下 其實加上剛剛提到 有一年的這個後面期 其實後續來講經過調整 這衝擊真的沒有想像的大 好 那資本支出的方面 今年是二度調降資本支出 從400億元降到360億元 那明年看起來也會再往下修一點點 明年是不是要開始度一點小約 那後面怎麼看 應該這樣講 這個來講應該是市場昨天最大的焦點 因為外資也承認 就是說這個縮減的幅度比它預期的高 應該說它還沒講之前 大家都知道會縮減 只是沒想到比例會這麼高 砸到一成 而且它提到說 整個來講除了今年的 這個所謂是原本的預估 這是後續的改變 所以它也把明年持續往下做調整 但是它有提到公司有說到 今天資本支出會有減少 其實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缺料導致工程的延宕 所以需求來講 並沒有大家所想的那麼大轉變 所以後年大後年 缺料解決之後 對 幾乎都沒有太大的改變 所以應該說明年谷底之後 後續還是會往上走 倒不是不用過度擔心 到底能不能夠現在 還是勇敢的來買進台積電 等到2025年有一個比較大的報酬呢 外資其實對台積電的獲利 它是從比較保守的一個態度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 它上調今年的營收之外 它也上調獲利 達到超過38塊了 但是它有提到 營收雖然明年是持續創高 但是它提到 毛利率受到市場的擔心的壓縮 所以它毛利率下調之後 獲利有可能會小幅的一個回答 但是長線還是沒太大問題 而且可以到2025年 賺到5個股本 能夠賺到50塊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當然沒有看到這裡 我們光用它用這一年未來的 這個獲利展望 它就講到這個本益比 要告訴大家 目前你可以看到它股價來到 接近10倍的本益比 它過往來講 應該是在這個14到18之間 下去做震盪 我們抓簡單來講 你抓個16倍乘上50塊 也不會這個價格 對 簡單來講 隨便恰恰就有800塊以上 所以現在這個價位 外資都敢給到7成以上的報酬空間 當然我們不敢講 當然這個絕對不是短期 我們要先講清楚 但是長線有這樣的趨勢 我們必須要跟大家講明白 好 短中長期台間的操作 怎麼樣來看 我記得這個禮拜 明漢哥來節目當中 特別有跟大家來做留意 短線上面 那時候就說法說會可以來強短 對 我們當時有跟大家講 概念就是短線 如果你持有的股票 是用週的角度 就是一週之內進出 我就跟大家講 法說會後強短 而且當時跟大家講 不要率先佈局 等到轉強就進來強 就如同今天其實我個人覺得 可以就稍微做強短動作 沒有疑慮 可是我們跟大家講 如果是持有月的 就先不要這麼急的進場 那觀望 那原因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三個層面的情況下 現在指數還在下方震盪 指數反彈 對 我個人覺得 最基本你站上月線 等於說經濟數據跟股市 同向之後 我們中線的人再做進場 長線的人 其實如果你能夠跨越到 明年持股的 那就不用擔心 你現在其實就可以持續的 分批佈局 好 那台積電的大同盟 怎麼看 因為講到這個調降資本支出 讓台積電今天股價 剪刀槍大獎之外 有一檔個股是利基電 昨天也宣布了 法說會是調降資本支出 幅度高達了四成 今天也是大漲的 難道說現在的半導體 這相關概念股 走的就是一個減產減資 或者是說 調降資本支出的行情嗎 這塊來講 我自己是打過很好 我這樣講 我覺得在走什麼行情 跌身 簡單來講大家都跌身 所以整個半導體 其實都有機會轉向 那這樣的情況下 到底怎麼選股 我個人覺得還是安全一點 盡量選擇基本面 相對比較正向 那投資人說基本面我不太了解 我跟大家講很簡單 你才剛剛公布營收 看一下九月營收還很亮眼的 那我們剛剛提到 利基電它說法悲觀 原因看一下它的營收 確實不斷的往下 那我覺得當然有跌身就有機會談 但是我個人覺得營收弱勢 我們就盡量去避免 跟大家講 檢測這個族群 包含宜特 包含宏康 今天好強喔 這營收其實它九月都在創歷史新高 而且我跟大家講 只有一檔牆可能效果還不佳 如果整個族群牆就告訴你 這不是我家有問題 這是真的整個產業非常的好 所以可以看到籌碼面 這兩檔個股外資投信也都在顧 那當然前一段時間才剛剛 因為這個位階被高被修理 對 修理兩三天 但是就告訴大家 這個就是基本面好的狀況 只要指數一指數 它馬上漲停給大家看 我個人覺得可以關注 另外就是聯電的部分 也算是營收之中 算表現非常亮眼 九月營收還是很棒 對 所以相對來講 我覺得反彈的力道也相對比較強勁 至於這個精材來講 走勢就有點像利基電 有點相對弱 我就建議 即使骨架再強 我都會建議避開 光照的部分相對就表現 對比這個精材就相對強勢 所以從骨架之中 你就可以很明顯看到 所謂的營收強弱勢的狀況 所以建議大家 用長線保護短線 盡量選擇營收好的半導體族群 相對會比較強勢 好的 用長線保護短線 選營收強的半導體族群 來佈局是比較安全的 這是明漢哥的解讀 那講到半導體 其實還是有很多的雜音 那雜音部分來自於說 美中的這個晶片戰 還在持續的開打當中 今天最新消息說 美國還要繼續對付華為跟中芯 但是今天半導體的概念股 包含的IP股跟IC設計 全部都談了起來 到底是談真的還是談假的 美在出招是華為 晶片盡力不散 IC設計今天的反彈 到底有沒有理呢 我想請問一下容虛 跟我們看一下這個新聞 美國禁止華為跟中芯 在美國銷售新的設備 為什麼又有這樣的考量 是又發現到他們華為 又做什麼不見目得人的事情嗎 我認為主要兩個因素 第一個 因為華為實在太強 你看華為他在5G的一個 這個5G的一個行動通訊裡面 他其實試占率高 而且技術能力也強 你看2021年到2022年 全球的行動通訊基地台的試占率 他竟然是第一 接近三成 第二才是毅力性 以及接下來的Nokia 所以美國基本上 他不願意看到中國的一個企業太強 所以他想要把他打壓下去 你美國市場這麼大 我就不讓你來 第二個 當然他有他的一個國安的一個疑慮 考量 對 有這個國安的一個考量 有發現華為要在搞什麼飛機是不是 對 因為這個是FBI 就是美國這個聯邦調查局 發現這裡面可能有陰謀 怎麼樣陰謀呢 就是FBI發現有很多的一個地方 他們地方進美國地方性的一個電信商 把華為列為他們的一個 華為的產品列為他們的通訊設備 但是這些通訊設備 竟然是涵蓋在美國的一些 重要的軍事基地旁邊 比如說我們看這個圖裡面 這是哪裡 這個是在美國 美國科羅拉州 對 這個地方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美國空軍基地叫華倫 對 那這個地方旁邊有很多 這一點一點的 其實就是和洲際飛彈的 和這個飛彈的一個設施 都算在這裡 這個地方 對 那這個地方有一條 有一個線這樣畫下來 然後這邊是紅色的 代表什麼 代表這華為的一個電信設備的訊號 是涵蓋這裏面的 不就它就可以偵測到這些飛彈的動作 對 這些飛彈有任何的一個動靜 其實等於似乎就是說 華為的一個通信的一個設備 可以就近監視或攔截到這些訊號 美國的國防機密就是在華為的眼皮底下就對了 對 這樣這個就是大家擔心的這種 是不是有間諜的一個行為 再來的話五年前的時候 華盛頓特區也差一點成為華為的木馬塗層 華盛頓特區不就是白宮在的地方嗎 就是美國的行政中心 對 也是美國國會大廈 也是在這個地方 那聽說五年前的時候 那個時候有一個地方叫美國國家植物園 這個地方中國政府願意捐一億美元 在那個地方蓋一個中式的公園 那當時美國的官員覺得說 這個可能會帶動當地的觀光 所以本來是准於讓它設置 但是後來應該是打消這樣的一個計畫了 因為它要建的有一個叫做21公尺高的白色的高塔 這個白色高塔非常的高 那非常高而且它用的一個材料都要從中國這邊運過去 而且是用外交包裹的形式 什麼叫外交包裹 就是不用經過海關的一個檢驗 所以這裡面到底這個建材裡面裝了什麼東西 不知道那會不會到時候他來用這樣的一個高塔 來監控美國國會裡面的一些的一個訊息 攔截一些訊號 所以這個就是從這個美中的一個晶片站 現在似乎都延伸到其他的一個產品去了 好 榮旭哥講的好像似乎 華為儘管這幾年被美國壓著的 但是它在美國一些滲透的動作 從基地台或是一些外交的小的行為上面看出來 他們對於美國的威脅依然存在 但美中的這個晶片禁令 儘管昨天台積電的法術會上面 總裁魏澤家講說其實他們對中國的HPC AI晶片的出口對營收的衝擊很小 也帶動了今天包含的IP股 連續好幾天跌停之後看到了止跌回穩的跡象 但我請教榮旭哥就您剛才所言 美國的晶片大戰還是持續開打的話 今天IP股或IC設計股撿到槍的反彈 到底該怎麼樣來定義呢 我比較傾向於是跌升的反彈 那IP股的一個部分 為什麼今天IP股的創意跟四星 人家都在談 今天一樣是下跌 對啊 你看看 今天其實像資源人家漲停 創意跟四星這業績不會比資源差 為什麼它是跌 原因是因為它AI以及HPC比重高 所以這一個剛好就 這個可能會是這一次美國要擴大 這個中國的一個晶片禁令 甚至未來這一些高階的一個設備 都不輸出給中國的情況之下 中國如何晶片自主呢 那過去像創意四星這樣的一個IP公司 其實大家吵的就是什麼 吵的就是中國晶片自主這一塊的大餅 去美化 對啊 那這樣的話現在中國這個要自主晶片 沒有技術沒有設備 甚至連人員都被控管 那這個可能要自主的一個時間 可能又要拖得非常的長 所以這個想像的空間就失去了 那創意跟四星的本益比 市場原本給予很高 到現在即使跌到今天跌 這個跌這樣的一個位置 它的本益比還是超過20倍以上 還是有20倍以上 所以變成就是說它還在修正 它的一個本益比包括投信也都是呈現賣出 對 那智原的部分我認為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為什麼可以漲停 對 因為智原它的股價的一個相對位置 其實相對低很多了 當然跟這兩支比它位置也低 對 跟這兩支位置又高啊 所以智原今天的一個上漲跟 AVF載板跟其他的跌升的電子股非常的像 其實就是一個跌升的反彈 對 並沒有說比這個四星或創意 還要特殊多少 那這種跌升的反彈 我認為大概就是說到前波的一個景線 或者是這個月線的一個附近 這個地方就會相對壓力就很大了 可是我不能把智原跟這個南電一起比 因為南電剛剛在下面 因為畢竟智原可能連續四個月營收下滑 人家南電也是跌很深 但是它的營收是很不錯的 那它也是跌升反彈嗎 南電也是跌升反彈 沒有錯 雖然九月的營收是創新高 但是我相信這個禮拜大家就很有感 什麼叫做很有感 不管你九月營收創新高 還是沒有創新高通通都跌過底 所以這個並不是營收創新高不創新高的問題 那這個南電它的一個主要客戶是誰 美國的博通AMD跟NVIDIA跟蘋果 那這裡面有兩家 剛好就是這一次美國要進中國晶片的 叫AMD跟NVIDIA 所以你說它的這個ABF載板會不會受到影響 即便這一年有一年的緩衝期 但一年過後呢 再來因為ABF載板的這個三雄 其實他們另外有一個產品 是用在手機上的 所以基本上他們的一個股價線型 如果我們時間看長 其實你怎麼樣看都沒有辦法看出來說 這個地方就已經是跌完了你知道 它就是一路盤跌一路盤跌一路盤跌 所以我認為這種股票反彈的時候 應該還是要減碼 那到底還有沒有就是說比較有空間的 我認為可能是這種像網通這樣的一個股票 你看今天很多的股票大漲 但是大部分都是跌身的反彈 但起雞人家今天起雞也漲 但起雞是創新高 人家留上一次可是要創新高 這個非常特殊 這非常特殊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 就是說其實它的業績是除了好之外 另外我們剛剛有提到 美國現在也要去中化 它不要用華為的網通產品 它不要用中國的網通產品 那所以它要用誰了 用台灣的 那用台灣的 因為起雞在美國的電信市場 它的營收占比超過五成 所以美國的這個電信的一個設備的一個大餅 如果丟出來的話 基本上它是吃得到 所以它業績非常好 已經連續四個月營收創新高 不是只有九月份營收創新高而已 那它位置這麼高 這沒有那麼買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下一檔股票 好 中壘 中壘 中壘的一個相對位置是比較低 那這個地方我認為我可以觀察一下 這一條應該是連線 那現在股價還能夠站在連線以上的算 真厲害了 它也有跌過 那在這個地方是不是有機會 打出一個雙重的底部 因為中壘九月營收也創新高 而且它在美國營收的占比 甚至達到六成比起雞還要來得高 所以這一波又有跌到 那這種股票我認為是值得留意的 好 榮旭哥說了 儘管今天好多的電子股跌升反彈 可是要看一下 如果說是破底格局的短線上面 可能只是跌升的反彈 大家不要隨便的接答 但如果像網通族群 有後續美國要去中化的利多 而且網通族群的線型是比較強勢的 搭配營收創高 後續的表現可能可以值得留意 再次讓我來下一次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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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轉 旁邊 請問一下 我去嗎? 請問一下